一架载有16人的货运飞机 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着陆的时候失控 驶入周边居民区并坠毁 这架隶属于伊朗空军的波音707货机 原计划是飞往德黑兰西部卡拉基货运航空港降落 在途中曾经遭遇到热烈的天气 不过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事发后当地政府已经派遣直升机与救护车 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目前确认机上仅有一名工程师生还 波音707机型为载体四发喷气客机 于1957年投入使用 现在该机型主要是用于民用或者是军用运输机